美国断交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 你看看从1979年被美国一脚踢该 然后美国屈辱的对着北京当时跪下来 然后答应了三个条件 叫做断交 废约 撤军 所以我们今天动不动 有很多人在那边信赖美国人 美国人当年1979年 北京提了三条件 美国人可是乖乖的就答应了 今天动不动讲人 讲这个跪着跪纳 就美国当年为了联和北京 对付苏联还不是乖乖的跪下去 这三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被商量 没有 前几段日子还不在那边细事淡淡 对于台湾 对于中华民国外交 是铁一样的承诺 事事又重演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 今天也出来讲的很类似的话 说对于我们的承诺是不变 台湾也不是阿富汗 你骗谁啊 你要是回来回头去干1978年 我们从1975年 我们的政府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处变不惊 庄级之强 因为美国人终究是会出卖我们 我们在那边讲了四年 美国人果真就承诺 当时政府的断言说果真就出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政府基本上是腰杆顶直 没有下跪 现在是惊慌之错 各种在那边劝你相信 说台湾不是阿富汗 台湾是不是阿富汗 我们不知道 张老师手上没有水晶球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变成 我从不预言未来 我只是为你啊 告诉你那残酷的历史 美国我当初为了去联络北京 情深共同利益 要去对付苏联 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 把我们给出卖了 但是在华府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大使神剑 连美方的各个官员都没见面 而且当时把我们断交是半夜 把金国先生 蒋经国总统半夜叫起来 然后通知他 你想想看 这个是多么的羞辱 被出卖成这个样子 你到今天还傻傻的相信 然后美国今天 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立刻跑出来说 台湾不是阿富汗 台湾要是真正相信 台湾不是阿富汗 还需要你来讲 还需要你来喊话 还需要你来安心吗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还有这么一个 傻瓜蛋的参议员 说美军在台湾有三万 你到底相不相信 照着这种盲人骑瞎马的感觉 你到底是在干什么 即使看起来很残酷 看起来也不太好看 但是对于整体的国家利益而言 这是正确的决定 因为他不是脑袋没有想清楚 不可能去改造阿富汗的社会 所以美国人经常 我必须要承认 美国人很有那种 就是博害的理想 认为人人世界都要跟他搞的是一个样 但是这个每个人大家都有不同的命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两个战争 美国阿富汗跟南越 这两个战争相同之处 第一点就是他们没有想清楚就搞进去 第二个我必须要提醒 当初在巴黎河会的时候 南越政府毫无发言余地 同样川普跟塔利班在谈条件的时候 这个现在的 就已经垮掉了阿富汗政权 这个甘尼总统 他也没有任何屁可以放 所以在那个行政之下 当美国的盟友好难 他要出卖你的时候 你完全要不察觉 你只有被玩的份 我们一群人现在都在讲 台湾不是阿富汗 我不管你吹口哨吹得多想 我只是跟你讲出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今天美国要再度出卖我们 当年出卖我们的时候 我们没有份 听都没听过 完全被蒙在鼓里 我们其实心知肚明 这一天早就来了 我们1919年 美国人在背后搞鬼 山东问题 这个巴黎河会 顾维军脖子昂首走出 这个巴黎河会 我们凡尔赛条约 中国就是没有签字 第一次被出卖 1949年国共内战 这个我们打败了 被逼到台湾来 美国发表白评书 所有都是国民政府的错 好吧 你知道他就各种推卸责任 即使美国政坛内发生了辩论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份 1979年 他偷偷的跟北京去勾连 预备连北京去治 这个叫做苏联的时候 我们也是被蒙在鼓里 而且三降条件 断交 飞约 撤军 美国啪 也不就跪下去了吗 所以 可是美国也有现实 需要北京的时候 是北京 北京六四 1989年六四 出了天津的 这个石破天津的大事 从那以后一脚的踢开 美国立刻就开始 转换方向 然后开始 准备起来 预备要去消灭北京 北京就又变成敌人 各位人与人交 国际这个社会 只讲利益 所以今天想到了 这个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永远是局外人 第三就是回到 美国政治的悲哀 他们相互之间 会推诿的责任 你知道到现在 你看没有 相互在那边推诿责任 他又要安抚朋友 然后呢 这个川普怪拜登 拜登怪川普 然后两边在那边 吵个不断 这个事情 假如要壮士断丸 不是拖了20年 今天是911第20周年 塔利班啊 回敬了这个美国 你来的时候像个狮子 你走的时候像个老鼠 环球时报 立刻跟进啊 在那里讲 我其实要讲 这都是事后诸葛亮 因为这个烂系托风 迟早有一天啊 要翻版 这个张老师啊 翻译过美国 这国家这个战院啊 就是国防大学 他里头啊 这个写了一份报告 当初检讨 当初怎么搞进呢 这个就是这些啊 环球反恐战争 就发现啊 角色作物 他不知道战争的目标 也没有预期啊 只战状态 也没有啊 这个开中战的指导 所以啊 糊里糊涂就了 开了战 我们在台湾啊 一提中战指导 就有一群人啊 立刻就啊 这那个精神紧张 好像啊 中战指导啊 就是啊 不能的 就是说有一个 不知道解决战争的指导 就是要投降了 我不是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 跟一群啊 心理变态的人去沟通 我们啊 每次提出中战指导 各位 没有中战指导 就是像今天美国这个样子 美国就是因为 没有中战指导 不知道在哪个时候 要收手 要停止 再作战下去 一直要打下去 最后有没有办法 打到最后一逼一途 各位 不要听啊 有人在那边啊 骗说啊 他要拿着哨把上战场 你有种就把它写下来 我们一定要打到 每一个人都拿着哨把上战场的时候 战争都不能终止 写下来啊 对不对 中战指导 就算打到 那白纸黑是写下来 写下生死状 我就算拿着哨把上去了 拼的时候 对不对 各位 我就是想 今天啊 美国啊 确实啊 因为这个过程啊 真是威信扫币 而且呢 各项啊 这个逃难啊 这个避祸啊 这种啊 这个事情啊 都是直接啊 这样啊 转播而认证 这当然是很丢脸 而且那个飞机啊 飞行起来 人从空中啊 掉下来那些惨状 各位 我们啊 能够避免 能够啊 希望能够做得妥协 也都是有他的道理 塔利班自己要检讨 因为他进去 能够让人家产生如此重大的恐慌 确实啊 也是啊 这个让人啊 也证明 其实啊 失败的那方 对于啊 这个塔利班 也没有啊 信息 所以呢 花费了20年 弄了这么多的钱 搞进去之后 这为什么啊 这个阿富汗的政府军啊 会跟啊 纸牌巫一样 哔哔哔哔啪啦 哔哔啪啪啦 啪啪啪啪啪啪就倒 可是呢 在这个集局之中 还有很多地方的军防 塔利班士气如虹 也就把他给了歼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